我们来看范例 第一题 果蝇的眼色是性脸遗传 红眼对白眼是显性 性染色体决定性别的模式跟人类相似 像人类的色盲 如果以异形合脂的红眼雌果蝇 跟红眼雄果蝇交配 异形合脂 所以这个雌果蝇 染色体XX 红眼 W 异形合脂 所以不会W 跟白眼的基因 紅眼 基因是W 白眼是W 那你这边要写大A小A也可以 跟红眼的雄果蝇交配 雄果蝇 W 红眼 好 这样子 我们用棋盘方格法 好 所以这边 红眼的雄果蝇 这个也是红眼的雄果蝇 带了一个白眼基因 好,这里是红眼的雄果蝇 好,这个是 白眼的雄果蝇 好,所以哪一个正确的 好,这样A就错掉了 好,那B的话 我们看这个结果就知道了 好,再来C 雄果蝇中有一半是红眼 雄果蝇一半是红眼 好,这对 一半白眼 那齿银的话都是白眼 答案C 好,这很基本的题目 某男性患了血友病 它是一种性联遗传的隐性疾病 X性联遗传隐性疾病 導致灵血功能异常 好,他的父母 主父母跟外祖父母表现型都是正常的 所以这个南海致病的基因 遗传入境为何 这个男生 基因型XY 但是X7连传隐性疾病 所以带一个小A 隐性的基因 Y来自爸爸 所以这个隐性的基因 一定来自母亲 所以他的妈妈是XX 带一个隐性基因 而妈妈的父亲就是外祖父 是正常的 所以这个X基因 是来自他的外祖父 那这个带有隐性基因的 就是来自他的妈妈外祖母 所以路径是外祖母 妈妈男孩 答案是A A型而且变色正常的女生 跟一个B型色蟒的男生 结婚之后 生下一个O型 有色蟒的男孩 好 现在叙述何者正确 O型是II 小I小I 我们先看血型 A型可以是 IAIA或者IAI B型也是有两种 但因为生出的小孩 是IIO型的 所以这化掉 这个不可能 是这两种基因型 所以此对夫妻的血型基因型 是同基因型 不是是异基因型 IAI IBI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棋盘方格 好 这是女生 IAI 男生 IBI 生出的小孩里面 可能会有AB型的 有B型的 有A型的 有O型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色蟒 性脸遗传 隐性的 在X染色体上 女生正常 好 女方 XX 他是正常的 大A 大A 或大A 小A 但是因为生出来 他的小孩有色蟒 所以他带一个隐性基因 然后这边写错 这是母方 好 男方 有色蟒 所以他是 XY X 带来这个隐性基因 好 生出来的小孩里面 女生 这正常的 好 这个也是 这是不正常女生 有色蟒 好 这个男生正常 好 这里 男生有色蟒 好 比例选一下 儿子 在这里 儿子的色蟒基因 可能来自于 这个XA 是母亲提供的 所以来自母亲 那母亲的这个基因 来自谁呢 可能来自他的爸爸 吃辑的 吃辑的